大家好 歡迎收看方JAPON TV 我是阿卡捏 我是Maru Maru我們今天要介紹 大家應該來日本都會去那個百元商店 逛街 我平常也很喜歡去逛 對 有時沒事就會去 有時沒事就會去 然後這次我們做的這個企畫就是那個百元商店的 料理小道具 然後 我跟Maru挑了一些就是我們 蠻推薦或者是想要 試用給大家看看的小東西 然後今天要介紹給你們喔 然後我們這次介紹的東西會分 上下兩集 那第一集主要介紹就是 因為買太多 買太多 但是真的很想要推薦給你們 那第一集的話就是 比如說收納方面的 或是一些 石器方面的 就是小道具 然後第二集的話我們就會 實際用一些 像這個 然後做料理 給大家看 有沒有看到 雖然不可思議 所以可以做料理喔 他可以做那個 Oyako洞 親子洞的 那個 對對對親子洞的那個 親子洞上面的那個食材 就是把它放進去就好 放進去就好 然後還有那個 這是什麼 荷包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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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還發現這個 Seahunky 小心喔 有有有有 我已經放進去 它可以用這個東西 然後跟那個 煉鍋 微波爐 用微波爐就可以煮一個 一鍋白米飯 一碗白米飯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個來做那個飯糰 給大家看看 好 然後我們先來進行我們第一集的主題好了 就是方便的小道具 Yay go 那我今天要先來推薦一個我自己非常真的非常喜歡的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 收納罐 像我最近的早餐都是那個 大家知道那個穀物嗎 就是 卡瑞比的那個 我知道早餐 然後加那個 對對對 就是裡面有一些穀物跟一些果乾的這個 那個 它中文不知道叫什麼 反正就是一些穀物 麥片 這個非常好用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上面有這個涼杯 然後你就是這樣就可以倒一次的份量 而且它開口很大 有沒有看到 你就可以這樣倒 一杯 大概就是50克左右的東西 50克左右的份量 就不用再拿那個涼食 剛好就是一餐耶 剛好就是一餐 然後我早上就是吃這個 然後 你也可以拿來裝這個 蝴蝶麵 因為它開口很大 所以裝這個蝴蝶麵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一開出來就是 對啊 很方便 一個人的份量就是這麼多 對啊 就不用再講什麼夾子什麼啊 不用不用不用 而且它這個 這個蜜蜂的那個 這叫做 對蜜蜂 就是蜜蜂的程度還蠻密合 就是你也不用怕那個 空間會進去 或是會變質什麼的 然後這就放在那個廚房 就很好收納有沒有 對對對 又不會很佔空間 這個真的很推薦大家 這個在大創就可以了 而且它一個set放起來很美 對對對 然後其實我有三個 我真的非常喜歡用 什麼都要買三個 就對了 我真的很喜歡用這個 然後 這個是放那個 鞋管面 對 因為我剛有說的話 它那個開口很大 所以這個鞋管面倒出來 完全不是問題 而且妳好可愛喔 妳還會寫這個要12分鐘 這個要8分鐘 對對對 就是可以學起來 還不錯 對 因為我把那個東西倒進去之後 我那個包裝就會丟掉 那我可能會忘記它 就是要煮幾分鐘 或是什麼 所以我自己就會 站那邊 貼上那個膠蛋 比如說這個要煮12分鐘 然後這個蝴蝶麵要煮8分鐘 而且妳還把日期放進去 對對對 因為我會忘記 對 它的有效期限到什麼時候 這個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對 而且我覺得它容量也蠻剛好 我也覺得很棒 有沒有 對 特別是這個裝穀物很方便 還有裝義大利麵很方便 推薦給你們 耶 好 那接下來介紹第2樣 瑪魯推薦的商品 我跟你說 這個超好用 好 超愛它 要介紹哪一顆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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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LA 削皮刀 削皮刀 你可能覺得它 我說是一個削皮刀 這有什麼好介紹 其實它長得不太一樣喔 你要不要拿記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說 它這個超厲害的 喔 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 一刀就可以切絲 切絲 你們叫什麼 你們叫切絲 可以 那是什麼好介紹 我沒有禁藥 我只是付出你的話 難得那麼多 你看 這個 這個很方便 因為像我們就是 比如說台灣在做料理的時候 很喜歡 比如說那個 小黃瓜 對 我們會切條狀 或是蘿蔔 紅蘿蔔會切條狀 你就用這個就可以 切一條一條的 像一條一條的耶 好方便喔 趕快來試試看 好啊 然後我今天 對 我把他的好朋友帶來了 來了嗎 好 馬上要示範了 很輕鬆 然後我又把東西放前面一點 沒關係我們試試看 這個非常的簡單 就是 嗯 這個很簡單 往下 對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這樣 你看 它的絲就出來了 什麼 超越方便了吧 對 欸這個完全 你有這個的話完全不用刀工 你知道嗎 日本的沙拉打 就是很喜歡放這種 日本的沙拉 很喜歡放這種 切絲的東西 好 這個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說 這個很厲害 而且它那個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 蠻均勻的耶 超方便 像這樣子 而且它就這樣 不會亂跑有沒有 剛剛就說它就是會 放在那個 透明的殼裡面 對 就不會飛來飛去 這也太方便了吧 嗯 好 這個 推薦 推薦 好那我們現在來介紹 第二樣商品 也是我自己 很愛用的這個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 我每天會喝那個 吃那個麥片嗎 對 所以我的冰箱一定會有牛奶 然後我一定會有 準備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牛奶不是說 這種封口嗎 然後它上面不是會有期限嗎 然後 牛奶打開之後放冰箱 如果你怕它 比如說味道會被 其它的影響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夾子 把它夾住 然後因為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還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日期 我先來示範給大家看 好 然後你要怎麼用呢 這個固定的這個啊 你就是 放在這個 你沒有 撕開的那一邊 就這樣子把它夾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這樣蓋起來 這樣它就是可以 超方便的 放在冰箱裡面保存 然後不怕它的那個味道會被影響 或是什麼 然後你看 有沒有清楚看到它上面的期限 有 而且你倒出來也很方便 就是把它拉開就好了 對對對 你要倒出來的時候就這樣子 喔 對不起 這樣子就可以倒了有沒有 很方便 而且果汁也可以用 果汁也可以 所以果汁我們這裡有果汁 對 這裡有果汁 好 然後啊 其實你去百元商店的時候 它這種可能會有很多款式 像我自己會用的就是這個 Hello Kitty 對 用法一樣喔 用法一樣 用法一樣 它也是就是可以這樣子的嗎 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 少女心的 很可愛啊 超可愛 然後我有看過 美樂地的 對 就是有各種卡通人物 是不是超可愛 超可愛的 站起來 跟妳打Halloween 對 跟妳打Halloween 跟妳打Halloween 跟妳打Halloween是什麼 跟妳打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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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然後就是我們很喜歡逛 我很喜歡逛的百元商店 就是這樣 就是它有很多 Character的東西 這種 動漫卡通的東西 百元東西裡面 喔 這是大創賣的喔 欸 對對對 下一個麻煩要介紹一下 我跟妳說 現在介紹一個就是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就是像這種啊 Katakuriko啊 就是妳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想要會飛出來幹嘛 對 覺得很麻煩 很麻煩 要怎麼收納 然後 要早上把它倒出來 放在另外一個瓶子裡面 它又會飛來飛去 對 那妳會怎麼樣 跟妳說 我就會用這一個 我老婆抓中了 有有有 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直接 把它夾在這一個 袋子上面 然後妳就可以 因為它這邊有個孔嘛 所以可以直接 夾完之後呢 它就可以這樣子倒出來 你就不用另外一個容器 對 我要示範給大家看 它叫 袋蓋子嗎 哈哈哈哈 CAP就是這種 有開關的那種 有蓋子的東西 所以直接放試試 它好處就是你 直接用這個 袋子 就可以把它夾住 就不用移到另外一個容器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對好 其實除了這種粉類啊 然後還有像我們 比如說 買鹽的時候 也是一大包 有一個什麼 雞粉嗎 你們會叫雞粉嗎 雞粉是什麼 紅索梅 紅索梅 啊類似 紅索梅 嗯 就是那種調味 調味粉 就是雞汁口味的調味 嗯 反正就是這種 一整袋的 然後你不想要移到另外一個容器的 你都可以使用看看這個 我夾之前 也就是開給大家看 好 那這邊 打開 它這邊就有一個孔 裡面這邊 可以把那個 倒出來的東西 就是再從那個裹出來的 然後它的原理是怎麼樣呢 就是這邊是可以夾住 夾住 喔 所以這邊兩邊就可以很輕鬆的夾住戴口 先把中間這個 出來的地方放在你的口裡面 好 然後左右這樣子 夾起來 夾起來 這樣就好了 夾起來 對 一直上去好 現在我們這邊有一個杯子 對 在神奇的地方就來了 有耶 我跟你說啊 這樣就可以了 它就不會再飛來飛去了 還有那個空縮面那些都比較好方便 因為它是顆粒狀的 就是很適合拿來放顆粒狀跟粉狀的東西 對 就是這樣子如果是粉狀的東西 因為我現在在office裡面 我不敢太大力這樣擋住 我們就是簡單示範 就是這樣子就可以倒出來 而且這個蓋子直接就這樣子 蓋起來 超方便的 就好了 就不怕會跑出來 你看 對啊 就是它又可以這樣 就是保存然後你要倒出來也很方便 對 這個可以耶 很讚耶這個 可以回家了 可以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下一個東西 下一個東西要介紹什麼 啊 口有點渴 我們來介紹這個 欸 不錯耶 可以把那個 可愛的湯匙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很困擾就是 有時候湯匙如果太短 然後杯子太大的時候 有 湯匙會滑下去 但是這個湯匙啊 我等一下開給大家看 好 好 媽媽幫我們打開了 就是這個 湯匙它旁邊有那個彎彎的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掛在杯子上 欸 有沒有 你攪拌完然後你就會掛在杯子上 而且它上面是美人魚 可愛耶 超級可愛 超方便的 然後你不怕一直在那邊撈那個湯匙幹嘛 對 它就 就這樣 然後它也可以這樣 是不是超可愛 很療癒 不錯不錯 好 那接下來媽媽要來介紹一下 我跟你說 我接下來是想要介紹一個 Spoon 可是它不是湯匙 就是它 不是用來什麼 喝東西的 它是用來吃冰淇淋的 它短短的吃冰淇淋 有點想說為什麼 就是吃冰淇淋還要搞那麼多 對啊為什麼 就拿便利上面附給你的 我覺得你們一定會有遇到那個情況 就是從冰箱裡面拿出一個冰淇淋 可是太硬了 剛拿出來的時候超硬的 對 就是用很大力都挖都挖它 挖不出起來的時候 這個就非常的方便 為什麼 它的原理是什麼 它的原理就是 它這個湯匙非常神奇 你就是 只要把它放在冰淇淋裡面 它都會比其他的湯匙來說 就是TOKAYASI TOKAYASI 我知道了 因為它是金屬的 金屬的 你的體溫可能就會透過這個 然後傳導到那個嗎 對啊 沒錯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 剛剛我們小編從那個冰箱 拿出來的冰淇淋 欸 真的很硬 超硬 超硬 這你用普通的湯匙來 搞不好會這麼短 對 沒有 是硬的 上面還結冰啊 你看 對 然後毛都要來示範 來囉 登登登登登 我現在沒有用力喔 它真的是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可以嗎 輕鬆的挖起來 非常的輕鬆 欸 太好了嗎 很輕 欸這個很方便耶 輕鬆的都可以把它挖起來 對啊 所以夏天的時候 大家想要吃冰淇淋的時候 沒關係有它 就OK了 對 你就不用等它 所以拿出來放到室溫 還要融化 那個口感都不一樣 它超厲害的點就是 你吃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只有這個嘴巴那邊是冰冰的 你摸摸看 因為它倒了 有一點倒了 倒到你的手 真的耶 這邊是冰冰的 這個完全就是變成冰的耶 非常涼快的感覺 欸這個沒有變了 這個好厲害喔 對 超厲害的 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好吃一口 你一次 沒有要問 真的是 太害羞了 不好意思啊 嗯 欸很方便耶 那我們這次介紹的方便呢 小道具就介紹到這邊 然後下一集 我超期待的 我們居然要用這些東西 來做 おにぎり 飯糰 還有做那個 荷包蛋 歐壓科丼 對可以做青子丼 然後也可以做那個 荷包蛋喔 那我們下一集 就做給大家看 掰掰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方家胖TV的頻道喔 我們裡面有很豐富的內容 有各地的旅遊影片 還有我們的開箱影片 還有我們的開箱影片 開箱影片 大家最近如果看我們那個Youtube頻道 應該常常看到我跟貓子兩個一起出現 對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直播的影片啊 也會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說過直播的話 你可以上我們Youtube官方頻道來收看喔 你們來follow我們囉 好 好 好 大家在這邊 我們來這一家 到處 然後 就夠活著 有別人 啊 你會到處 我們做到處 你會到處 你會到處 你會到處